平时出席记者会 郭姓纯都是焦点明星 不过12号在体育署2018年的 台湾国际体育运动赛会 启动记者会上 郭姓纯红花变绿叶 变身成了记者会主持人 对于这项新的尝试 郭姓纯笑说很紧张 觉得自己的表现还可以更好一点 不过他相信这些新的尝试 都有助于未来他在运动场上的表现 但是这一次是 拿他以后感觉是不一样 因为你必须要在现场 然后面对所有的人 对所以其实彩排的时候很紧张 然后还一度的就是抢牌 然后刚刚的表现 我觉得就是还有在加强 毕竟第一次嘛 然后就是新的尝试 郭姓纯日前 获办2017体育运动精英奖 年度最佳女运动员殊荣 他说当天因为身体不舒服 所以没有出席颁奖典礼 但获知拿到大奖 心情真的很开心 而今年的目标 就是希望在亚运拿到好成绩 当然其实真的非常开心 因为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个肯定 然后当然希望今年的亚运能够 像世代运这样是状况最好的选手 然后目前就是 当然就是可能就过年晚开始 是真的要准备备备战棋 郭姓纯争战世界各大赛获奖无数 但唯独还没有拿过亚奥运金牌 郭姓纯希望今年亚运可以一举圆梦 中国电台记者张昭伦 李永霖采访报道